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首先要來請來到大學 兩岸執校長為大家的支持 謝謝 各位市長 各位貴賓 各位媒體的朋友大家早 非常感謝大家來參加今天 從新潛社會醫療層面來看 社會安全網的建構 非常感謝我們周桂田教授 我們的波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的 周主任辦這場民法會 其實大家都非常希望 我們的社會是各和諧更進步 但是從最近發生了很多事情 包括連最近最近的一件 火燒車的事情 我們都以為是 也許只是一個我發的事件 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好像不是那麼簡單 非常非常複雜 牽涉到這個司機本身很多的問題 可能是不是也是會很多心理的層面 可能需要大家好好來探討 所以要探討這個問題 其實是相當相當複雜 今天是請了很多很多的專家 專家當然是可以提供很多的意見 但是整個執行的層面 就是要政府一定要所有大眾 大家一起關心 大家一起來努力 才可以把這個社會做得更好 那我們真的很高興 柯市長非常關心這件事情 也來參加這個研討會 我們是不是請柯市長來跟大家說出一句話 好 謝謝我們請校長推薦 好 我們令人尊敬的柯市長 他說一個社會的好壞 是由最底層的人來決定 那我們今天台大跟市政府聯手來出擊 看能不能為我們台灣社會做一點什麼心理 好 謝謝我們請柯市長 好 這個楊校長 還有在座很多都是我的老師跟學長 讓我來講一下這個 首先要感謝團團大姐 因為在 因為很多這種政策的推出 都需要學術界的幫忙 那其實政府只是一個執行單位 因為很多這種 很多idea的形成 是需要學術界來提供這種內容 OK 所以我非常謝謝這個 團團大學在今天這個研討會 其實在包括我現在講的 台北市政府關於社會安全 政策的形成過程當中 團團大學是最重要的 knowledge position OK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研討會 在我們短短的兩年之內 從那個捷運的政節殺人事件 到我們那個北方文化國小的 那個女童各國和甚至到這個內服 這個在大馬路上 另外一個女童被斷口 其實這個 他們造成的破壞力 特別是社會的驚恐 這大概就是 就是像恐恐 大家在思考說 他們在社會造成的恐慌層面 比市值破壞的層面還大 那到底要怎麼去處理 那當然我們在台北市 第一次我們那個文化國小的時候 其實也有做過一步 在台北市政府做過的時候 將近半年來討論 你知道嗎 可是他還沒有討論出一個 很具體的執政辦法 有方式內服學童的斷頭案 所以不然就在擴大這個 找更多的學者 把這個問題在做得起 那我們今天再講一下說 我們如何用這個心理社會 醫療的層面 玫瑰這個社會安全法 有進過 那 其實 其實我在差不多 也是大概上個禮拜 這個海峽的什麼學生的討論 裡面我提出的概念就是說 為什麼會把這個社區營造 當作一個 台北市政府很重要的施政主軸 社區營造的方式 其實 其實社區營造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它真是關懷弱勢 或者說這種有連在一起 慢慢我會知道 目前台灣在最有錢的5%跟最窮的5% 其實收入已經差不多一百元 所以台灣急速 整個M型社會的形成 在台灣是相當明顯的 所以很清楚的在我們這個社會當中 開始出現所謂的弱勢 不管在經濟或文化或是政府 有一種叫做事情 可是我們在這個社區營造裡面 為什麼要提上關懷弱勢的概念 就是說 我們常常以為說 有錢人對窮人好的 是施捨 是仁慈 其實我到底是一個新的概念 所以這個不是有錢人的施捨 是他仁慈的表現 而是為了保護自己 為什麼 那個社會有太多用 因為若是造成不滿的時候 他實際上會怎麼會造成破壞的原理想像的大 我想 從這個政結殺人案 到比如說某某小孩 到這個內部的學童案 再到我們今天這個佛少社事件 你可以發現說 當這些人他的不滿 造成破壞的原理很大 那我是醫生出身的 我以前在念當學生的時候 就念那個精神分裂症 其實精神分裂症在總人口裡面 大概是千分之四 有人說大概 精神障礙可以到百分之一 就千分之四 不過anyway 大概在千分之四這個level 而且蠻有趣的 現在不叫精神分裂 因為我們在知覺失調 那個名字有什麼 不過用比較通識的名字 精神分裂 其實在總人口裡面 他大概那個cd比就相當不領 可是如果這社會的分裂 是一個比較人與人之間友善 他算精神分裂 可是他幻想是覺得人家對他很好 所以他對整個社會拖愛率是比較低的 可是他同樣是精神分裂 他如果這個社會是有衝突有競爭 甚至是對他不友善 他會覺得說那我乾脆先下手為強 有大飛 所以我們在醫學上面 這種流行病學 或者說精神分裂症在整個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社經地位 他的那個發生率都差不多就是那個數字 可是齁 但是他對社會造型的破壞性 因為這個社會好 和諧或不和諧 那才那個破壞性不一樣 所以慢慢就一個概念你知道齁 社區營造裡面有一個很大的成分叫 關懷落實 其實關懷落實不是會有人質的表現 就是保護自己 因為他這些人他真的很不高興 不安 他開始有這種反擊行動 這造成更大破壞 所以這個社會安全廣 不管是治安或想傷害他 其實都必要被協助 而且在生活生意有困難的 也需要被協助 特別不管是長期固執的 缺乏社會聯絕或長期失業或就業不穩定 或內心憂鬱 心裡痛苦 對人生失望 錯本絕望 或拼指多贏 對世界不滿意 或認定這個社會 退前來自己 不過不管怎樣 無力把握自己或照顧自己的人 其實都不要被協助 其實整個社會安全 其實需要政府跟全民進來 這概念就是 我們從今年起 要一個新的態度 就是要做 對關懷落實 不是人質的表現 而是因為 所以最重要的目的是 保護自己 有這個想法 因為大家做得比較認真多 對 從我們這個 剛才講過那三個案子 一直到火燒 四個案子 每次出事 你知道 這個 議會先罵一頓 那再來就是 媒體又再K一頓 那政府就開始寫檢討報告 為了事實上我們第一次發生那個 文化國小的做法案的時候 我就去查 台北市在三十幾年前有一個營橋國小的破流酸案 我就把那個調查報告 還有檢討報告 再拿回來 讀一讀 我就發現 你知道 他那個講老半天 事實上是沒有一樣可以執行 最後一個案子 好像可以執行 到現在還沒執行 好像什麼精神 精神衛生的一個安全法 像老半天 所以常常每次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知道 如果不從制度面去解決 只是述出一種媒體的反應 就是媒體在攻擊 我們國際進步 國際進步進卷 還是沒有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在想說 當制度面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回到制度面 真的去把它解決 能夠明明一朵實點 強化七項安全同路之行 後來他一直在查之後 目前台北市這個 到底有多少的社會安全 其實我們現在要試七項 從警察局 衛生局 教育局 甚至 加起來 勞動局 總共有期限 過去 在政治上 每次遇到問題 最常犯的錯誤 既然出事 那不能再設一個新的機構 來解決這個問題 後來發現 這成本差太高了 所以當時的時候 我們不要再畫明信的信 是不是借格上市 台北市目前 有七個局 在負責的安全法 先把它檢查一下 有沒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先把它強化再講 強化以後 再做橫向的連結 為什麼要做橫向的文 這就是我個人的經驗 我覺得台北市政府就發現 台北市政府 叫我們叫做 公務系統的缺點 叫你列 你來 你以為會列什麼 通向溝通非常大 直的都沒有問題 通個局的 都沒有問題 要跨局 你知道 當然就是說 這一款不動手 所以譬如說 衛生局 要跟教育裡講話 他不是打通電話 直接跟他講 他就要公文上去 要到 副秘書長 最好是到副市長給我 那副市長在開個會 他那兩個區的 坐下來 然後坐下來 大家才能幫他講話 我就覺得很奇怪 以後在台大院照會 電話打起來就 所以 那一天可以直發 電話拖起就好了 所以 我發現台北市政府 這個缺點蠻明顯的 我們很缺少 風向的聯繫 所以當時第一步 先把這個 七個安全法 各個局勢先把它做好 先把它 先看看有沒有改善 這做好以後 第二步 如果把這七個安全法 做橫向的聯繫 這也是我看過 目前我們台北市政府 比較缺的地方 這個 這個橫向的聯繫 要怎麼做 等一下會講 最後就是 還是要回到社區 因為 什麼事情都叫政府做 你知道 做不完 所以比方說 每次出現什麼 食安 食物安全 他說要增加食物安全檢查 否則反對 為什麼 因為沒有辦法靠政府 每一個去查 每一個人在位置的行為負責 我態度是這樣 所以如果整個社會安全法 都靠政府處理去做 已經做不起來了 因為成本太高了 所以最後還是要回到社區 那強化整個社區 也有的支持系統 所以我們現在的概念就是 借殼上市的概念 把已經有了七個局的安全法 先把它強迫 再做橫向走 再回到社區 看能不能動有社區的力量 來幫我們做第一線 screen的作用 概念是這樣 大家講過 我們有七個安全法 比方說教育局 有一個就學安全法 這個學生沒有來上課 或是這學生 行為變差 總就知道 所以這教育局 坦白講 我們現在大頓的學生 22歲以下 都都在學校裡面 所以這個學校 如果安全法 偏行為偏差的 吸毒的 跳出來 都逮到的話 都跳出來的話 這就是一個安全法 衛生局 我們一個 像自殺房子 你知道嗎 不管是酒營藥人自殺 這也是已經有了系統 如何把它強迫 在勞動局 就業安全 失業本來就是一個很大的心理壓力 所以失業能不能把它 有失業的人 能不能阻擋他回去就業 這要做 在社會局當然 很多社會福利的系統 在民政局 其實民政局 都每次說 里長林長 就是台北市政府最尖見的神經細胞 那個里裡面有什麼奇奇怪怪 所以最近里長就有這種抱怨 他說你們 用課事法的理由 我這個里裡面 有哪些是 有問題的 比方說精神分裂 不管是精神分裂 或什麼 他說名單你都不給我們看 每次出事都叫我去找 後來開會跟他們講說 沒有辦法整個名單給你 但是我需要你協助的人 我就會通知你去處理 讓他更抱怨 不過這是牽涉到一個特製法 到底 我們要把這個里裡面 給我問 所謂你說 給我問一個名單 讓里長知道 這個我們內部討論很久 不過最後裡面 擠特製法的問題 還是沒有給他們 因為 如果我們在民政系統上發言說 這個里裡面 有需要關懷的人 其實我們還是需要 動員里長去顧 因為他畢竟在議員 他每天都在看看看 包括他的里長跟他的里長 可以幫忙我們處理 所以目前我們還是沒有把所有人 全部給里長 但是有需要他協助 我們就通知他 在這個消防局上 有緊急救護網 那警察已經認知他 所以目前已經有了這個七個網 應該先把他 每一個都發揮到極限 先想想看 他有沒有什麼做得不好 先把他發揮到極限 發揮到極限以後 後來我們就是這樣 假設 教育局發現那個行為騙殺血統 當然他這個系統裡面 可是常常這個所謂行為騙殺血統 他後面常常是什麼 他來一個破推家裡 甚至他 他的各個就是販毒毒販 他都會有問題的價值 所以發揮發揮 我們在各個系統裡面 如果你自己解決的 那什麼 你就自己解決掉 如果你不能解決的 我們在區域 我們就要個案研討 就是說 有問題的現在個案自己處理掉 在你們的系統裡面 一個個案研討也幹掉 如果發揮很難處理 或說跨局度很難處理 我們現在建立一個平台 就是說 在以區為單位 把這七個系統 就有需要其他系統幫忙 或是超過你這個系統 蛋都可以處理 每一個月 由區長來主持 我們有在區域級的安全會議 把那Case丟出來 然後這七個系統的負責人 在這個區的七個系統的負責人 有一個密體 然後Case拿出來討論看看 其他的系統都不能幫忙什麼啊 或是說 大家沒有辦法ID 然後就開始在 我們在區的 今天台北市有十二個行政區 大概大小差不多 就在這個區的level 開始做很像的組合 所以就是這個概念 各自的系統做好 不能處理的 在區的level 丟出來 大家再捧了一遍 OK 然後這個 這個行政區 這個區的社會安全網 建構完以後 慢慢他們就發現 如果是通案的問題 再丟到府的這個level來講 那這個府的話 就是七個這個系統的最高負責人區長 你們也三個月來檢討一下 目前這個社會安全網 我們在系統上 還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 所以這概念就是一個 我們這個台北市 新的這個社會安全網 的建構方式 七個系統 自己解決掉 如果你被解決了 如果不能解決 在區的level丟出來 大家在討論裡面 然後如果發現是 他是牽涉到制度面的問題 通案的問題 再丟下來 每三個月 在府行再討論一下 有沒有要建立什麼 新的制度規格 所以這時候 目前台北市 對整個社會安全網 架構的概念 也就是說 我們不打算再發明什麼 新的制度 在建有的七個制度上面運走 然後 在區的level做整合 然後 在更上面 在上位 從通案當中 找出 制度面需要 改進的理由 來做改進 那 這個研討會 通常會什麼樣 可以的會討論 就是剛才講過 智商商人 經常會怕衝突 會殺小動物 破壞物理 會長期孤立 但是 還是有個問題 這些問 這些有所謂 在各個系統裡面 有問題的 如果沒有人來通報的話 氣統還是不會成功 所以最終還是這樣 我們要提上一個 叫多管縣市的問題 所以需要這些里長 林長 或是這個 或是其他的 不管是公廟的組織 或是這種社團 地方上常常很多這種 很奇怪的社團 很多 他們那個什麼 園級 他們也要圍一個社團 我們慢慢 利用這種地方的社團 讓他們 倡導居民 關注 自己要關注身體健康 另外 我們要 我們發現有問題的case 最好是有 友善的陪伴之功 就是要 我們要一批 不是一批 很多 願意多管縣市的人 願意去給參與 現在我都叫他們公圍 我都 我們趕快去通風報信 所以最終還是要推動 李銀的社區復勢 所以我們的概念就是 系統建立以後 如果沒有大家 多管縣市的文化 所以還是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 有問題的人 轉接近 所以 那為了這個 為了我們這個計劃 我們還是有做一個專案辦公室 擔任這個府集聯繫的匯報 整個社會安全網領的學校 那執行情景大會追 對反追蹤 就要共同性自己做一做 這是在府集的層面來做 那 簡單的講 我們還是希望透過這個 環對合作的技能 讓這個網路 變得更綿密 快速解決問題 建立基層復興 最後還是要全民參與 這也是我常常在講 0.9 0.9的理論 0.9的理論 你知道 如果每一樣都差一點點 你知道 0.9的認識的話 快要7000 如果每個都願意多做一點 你知道 A的很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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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跟他講講話就好 如果不行的話 他願意說 可以里長報導 我們這個社群有個奇奇怪怪的 那個里長願意去看一下 攤頭攤頭說 這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的 他願意到驅動中去報導 所以每個人都願意多關心一下旁邊的人 這個社會就比較安全 這也是我們在這個 農政節的殺人事件 到文化國小的事件 再到這內湖血統的出頭攤 你知道嗎 我們做了整個環境 你知道嗎 我們還是不打算 成立一個什麼新的單位 應該是強化現有的單位 第二 把現有的單位 做分成前景 最後 我們是希望整個社會 能夠鼓動一種 多管閒事的文化 多關心一下你的意義 都願意多關心多痛到 這樣才有發現 給台北市成為一個比較安全的 一個生活的地方 好 謝謝各位